台中市清晨发生了一起警匪追逐站 警方行经黎明路青海路口 发现有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 上前盘查这驾驶却拒减 一路逃到停车场内甚至是汽车来逃逸 最后呢在警方前后埋伏下 最终还是遭到了制服 而经过调查发现原来啊 这任性男子他身上背着三条的通气案 他现在在总打前面这里 停车场 警车驾驶到半路突然一阵手忙脚乱 还在停车场还在停车场 下车用跑了用跑了 只见原警急忙停下车辆开启车门 拔腿狂奔 因为有名通气犯正在逃逸 本分区原警云凌晨五十四十分区 寻经西屯区黎明路青海路口 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 经上前自一行车接受凡打死 驾驶立即逃逸跟逃逸 事件发生在22号清晨五点多 警方巡逻行经西屯区黎明路青海路口 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经可疑 准备上前盘查但任性驾驶 却不顾红绿灯拒检逃逸 警方随即拦截围捕 这名男子一路逃逸 甚至把车开进停车场下车狂奔逃离 但最终不敌警力优势 前后埋伏遭到逮捕 而他到底为何如此心虚 经查后发现他身上背着两件诈欺案 还有一件过失伤害 被递检署同期当中 尽管任性男子经历了一场大逃亡 最终还是被制服全案征讯后 以送归案